农历3月23号是妈祖诞辰日 位在吉安湘信奉妈祖的圣南宫 在5月12号也有主任委员吴建志 在妈祖的指示下 从吉安湘18个村村长名单当中一一唱名 用宝贝的方式选出儒主 最后是由福星村村长黄俊伟 担任下一年度的儒主 协助圣南宫办理祭祀整年的活动事宜 3月份是妈祖活动月 吉安圣南宫也在5月9号到11号 办理吉安湘18村的绕镜活动 而在农历3月23号也就是妈祖圣诞日 在国立5月22号下午 吉安湘圣南宫主任委员吴建志 在妈祖的指示之下来举行证交选出新的儒主 这次主要是以18个村长进行证交 最后是由福星村长黄俊伟 成为这一届的儒主 今年新逢是我们这个圣南宫 吉安妈特别在这个 这个妈祖生日的这一天 这个博楼祖 那我们今年也改变了我们的直辈的博楼祖的方式 是由18个村的村长 然后来进行博楼祖 那刚刚依这个妈祖的这个圣杯指示 由我们的这个黄俊伟这个福星村的村长为最高最多的这个次数 然后今年是当选我们的这个儒主 那再来就是其次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圣南村的陈毅华村长 他是在这个在我们这是第二排名的顺位 他是我们的妇儒主 那再来还有一个妇儒主呢 就是我们这个东昌村的卫景天村长 那非常的这个开心 也感谢妈祖的指示 让这个今年是由我们的福星村黄俊伟来担任村长来担任这个儒主 那其他的村呢 就是担任我们的首室 就是人所说的老闆 那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我们18村这一次的配合 大力的配合 让我们这个三天的绕境都能够圆满 那这次也很特别到我们18个村里面 每个村长都有安排 这个还有我们感谢我们吉安乡的乡公所乡长 优淑珍 特别带领我们乡公所的一级主管 也在我们乡公所来做接驾 那非常的感谢这个优淑珍乡长 也是我们圣南公吉安妈 首次第一次在吉安乡公所住驾 那非常相当感动的时刻 也是历史性的一刻 在这边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吉安乡公所 还有也是有到我们这个吉安农会 也是由我们的吉安农会的干部 来负责接驾 那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感谢 那借由这次的妈祖的生日 希望啊祈求啊 所有的信众啊 也通通都能够平安 然后这个经过妈祖所到之处 一定都会平安顺遂 然后保护所有的居民都能够安居乐业 那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那再来就是温馨的五月 那也是我们的这个母亲节 借这个机会 我们这个圣南公管理委员会 借这个机会祝福主任委员 在这边带领我们所有的管理委员会 祝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现在如主主要的任务是 协助庙会办理相关活动 祭祀和庆典事宜 为妈祖做事 为心中服务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